金夏大橋到底要不要蓋 又讓正反雙方炒沒完 共同在連鎖書上簽名 五號金門新議會 替黨派問政聯盟和五黨籍聯盟 邀請金門明代召開記者會 公開誠意要興建金夏大橋 還要將金門設為非軍事區 是不是能夠把金門大開大放 把金方改變為海岸型 希望政院能聽到金門鄉親的訴求 不過陸委會強調 金夏大橋是十五條當中 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優先推動項目 明顯具有戰略意圖 並非單純通橋 我這些行為 那自然就這個金門就會是一個非軍事區 戰爭與和平 其實是必須雙方的 如果以中共目前對台灣這種態度 你片面的一個期待 藍綠立委看法不一 但也有學者認為金門位處重要的戰略位置 不應該只看到商業觀光的利益 而是要從國家安全和主權等 方方面面來做考量 金門想要兩岸和平繁榮發展 但倘若真的成為非軍事區 是否會削弱金門地區的防衛能力 增加潛在的安全風險 恐怕也不可能 即日綜合報導